那么下面咱们一句讲图 咱们在刚刚的时候说过了IP 它大体这个队 怎么查看IP 那么接下来咱就说一下IP它的一个分类 为什么我刚刚我在这里边看到了 我的乌版图的IP是172点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但为什么我是在我的这个Fee 网络里边这个Windows里边这个Fee和传说里边 我看到是不是192的呀 那么172和192意味着什么呢 讲言之 接下来咱就看一下IP地址的不一样的一个简单介绍 这一块字典当做了解 那么IP呢分为两大类 一个叫IPv4 一个叫IPv6 所谓的IPv4就是你刚刚所见到的192的168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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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什么172的16.7的137 这都属于IPv4 IPv4这个V是指的版本 IP就是指的那一串数字 V就是指的Vorzen的意思 Vorzen的第四个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IPv4其实就是所说的 IP地址标记网络里边这个值的第四种版本 那IPv1IPv2IPv3呢 是实验的过程当中的版本 那么今天咱们所说的 同说你的IP是多少 192的168的等等等等 这就是IPv4 IPv4的一大特点 有四组数数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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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什么什么什么点 什么什么什么点 什么什么什么 一共四组数 每组数中间呢 用一个点来隔开 这么说理解了吧 一共就四组 那么每组数里边的最大值是几呢 255 每组里边的最大值是255 最小是0 那么也就是说将来的组合方式 理论上讲最多有多少种呢 这个有255还是256 1到3 1 2 3 0到3 不就是四个了吗 那0到255 那通理不就是256了 乘上乘上256 乘上256 乘上256 那么也就是说当今有多少种IP呢 就是这么多 256的四次方 你可以去算算 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值 很大的一个值 那么这些值 简而言之 里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既然你所说的是 每组数里边都可以是0到25 那么最终大家想想 这组合方式有这么多种 其中是不是就包括172的 是不是也包括192的呀 所以说自然而然就有了嘛 自然而然就有了 那么这是IPv4 那么IPv6 是我想说的第二种大的类型 IPv6 就是第六个版本 那么第五个版本在哪 第五个版本是实验版本 那么有人说了 为什么有IPv4好好的 为什么还要有IPv6呢 IPv4今天已经枯竭了 原来的这一就是256的40方 已经被瓜分完了 很大的一个值 被瓜分完了 什么意思呢 原来的这个网络的这个IPv4 这个地址呀 是美国人发明的 当时他们呢 发明这个地址的时候 他们想 全球总共有那么几万台电脑 那这个哥们这么大 没问题就用他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时候呢 随着互联网的爆发 这个值不够了 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 中央新闻里边就很明确的说了 IPv4的地址已经没有了 没有为什么你还能够上网的朋友们 没有的情况下 为什么你还能上网呀 因为所谓的没有是指的 中国对这个机构申请了说 中国说了 我们要的IP 你能不能给我一大坨的IP地址啊 这个美国的网络机构 说行啊 给你信 中国有一批 韩国有一批 美国有一批 香港有一批 其实某些特区都有 这都像台湾这种特区 对吧 台湾当然也属于当中国的是吧 这种地区都有 都有一批反 那么都有一批反 最后导致这个问题 你像 像非洲 是不是很多这个部落 是不是之间还不确定 到底是谁属于谁 对吧 简而言之 像非洲这种 这个地方 接下来他如果要是诞生 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 他要建设网络 建设网络 哪来的 没了 也说中国 俄罗斯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这种国家 都已经划分了一个区域 这就导致了 为什么你在去访问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访问的是 你访问的是美国的网站 访问的是日本的网站 其实呢 都是有个区域 大家是否见过一个场景 当你去访问某个网站的时候 他就说了 这个用户来自于山东 或者是这个用户来自于北京 你知道这个事情吧 其实咱们中国 有一大片区域的IP地址 然后呢 划分成为某个省 山东有多少 上海有多少 北京有多少 划分 划分完之后呢 简而言之 如果你要是多了犯法的事情 将来一插这个IP 它就知道是哪个省 然后按了这个省里边的记录 接下来最终能够找到你家 所以说呢 一般 现在又是在网络里边犯法 告诉你 不是不找你 是不值得去找你 一找你 跑都没跑 那么 说了这么多 IPv4 简而IPv4不够了 那么不够了 那肯定是这些机构 就去研究一个新的 IPv5 就在实验室里边进行研究 IPv5的一大特点就是说 能不能就像IPv4一样 还是四组数 然后通过特殊方案 来解决一下的不够的问题呢 IPv5 在实验室里边 进行研究的时候 最终 死了 不合适 那么最终干了件什么事情呢 又诞生了个新的版本 叫IPv6 那么IPv6的经过实验 以及经过现在的这个使用 已经验证了 没有问题 IPv6 什么样子呢 都没看着 看我鼠标 F180 冒号冒号250 冒号56 你没发现 到斜杠 斜杠64之前 你没发现 是不是这么一坨呀 那么这一坨 就是IPv6 有多少个呢 说得更直白一点 号称 全世界上的美丽 啥都可以 唯一一个的ID 不存复 你想想 够狠了吧 你不是说不够了吗 来我给你来个狠的 我看你不够的 今天一个人 你看 你手上穿的智能设备 对吧 手上戴的 脚上穿的 身上穿的 所有的智能设备里面 都有IPv6的话 都够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呢 这是IPv6 但是话一说回来 我原来在学的时候呢 我的老师就教给我 IPv6 是未来一个流行趋势 我同理呢 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IPv6 未来比较流行 至于未来 是指那一年呢 不知道 这就看流行 我一年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跟我说了 一年的时候 哎 小王 这个IPv 咱们研究的差不多了 咱们研究IPv6 行 我研究研究 买了很多 说咱咱咱研究完了 差不多 我预估 有可能一二年 一三年一火 今年是一七年了 对吧 严远之一 IPv6 今天呢 基本上还是不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IPv6 你要是用的话呢 很多东西 都要进行修改 比方说 电信的一些设备 要改 我已经完成了 整个电信的设备 一个通信 比方说 北京到上海之间 是不是通过光线 来通信了 我的光线的 所有的设备 很多年之前 都已经弄好了 你接下来告诉我 要重新架设 你这不是在这扯单的吗 是吧 我凭什么要 再花这么一份价钱 再弄呢 所以说很多机构 都排斥 不用 导致了这个东西的 发展进度 非常缓慢 非常缓慢 不是说这个东西 不用 我告诉你 现在咱们的人工智能 的这个设备 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吧 穿戴设备 越来越多 简而言之 发展到一定程度 一个人有好几百个IP 真正的中国的IPVD IPV4的地址 真的不够用的时候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IPV率火 但是现在还有的情况下 IPVD就不火 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所提到的 什么 你的IPD是几 往往默认IPV4 那你会说什么意思了吧 不是指IPV率 是IPV4 还没有火起来 火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你能力很高的时候了 还就差不多了 就看年 就看有多少年 20年以后呢 说不定东哥也不多在行 是吧 20年就多大了 绝对写不动了呀 你这写什么代码 发了什么 那么 这个呢 就是IPV4 还有IPV6 那么其实咱们所介绍的 这个IP地址呀 主要是介绍IPV4 怎么说能理解了吧 那么IPV4呢 你不是有四组数吗 根据你这四组数啊 它接下来 划分成不一样的种类 那么它的这个种类 大体来说 我只是大体给大家讲讲 你听一听 它大体来说呢 这个地方不是有个值 一个值 一个值 一个值吗 那么这四组值啊 根据 根据你的这个 先后顺序不一样 它的功能也不一样 那么它怎么划分的呢 他们回到咱Windows里边 咱们看一个规律啊 咱们Windows里的这个IP 有什么规律呢 来 咱们找一找 192的168的33.59 192的168的33.32 192的168的33的111 你没发现一点 咱们班里面前三组数都是相同的 只有后面不相同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你想要和你同桌之间直接发QQ 或者是直接发VQ 那么你前三组数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必须的相同 我知道你绝对发过去 那么为什么会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那么它进行划分读 划分读 什么意思呢 咱们最低 当我提上我的名字的时候 比方说我叫王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咱们省略啊 不能出来这个 不能在这里边 比方说我写上我的名字 叫王什么什么东西 我儿子的名字呢 也叫王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请问 这不用说 前面我也叫WANG 他前面是不是也叫WANG 说明我们家 我们俩是一家的 这个用来区分我们是一家 然后这个是不是在区分 我是在家里边的谁 然后我后面那几个东西 是不是在区分我儿子的那个名字 是不是谁了吧 同理我叫王什么 我儿子叫王什么 对吧 我将来我儿子有了 也叫王什么 肯定的 如果他不叫王什么 那这事就坏了 对吧 这百分之百是个情况 那么言外之意说 咱们大家是咱们 那会儿我说过一个特点 咱们班呢 称之为一个局网 你怎么知道咱们是一个局网 而你不和隔壁一个局网呢 这就在IP地址里边进行区分 那么经过研究分析 咱们刚刚得到的结论是192的168的33点某某 请问是个道理的吧 那么你的是192的168的33的阶级 同桌的也是33点 你同桌的同桌也是33点 那么也就是说前面都是相同的 前面相同就好比我姓什么东西 前面相同是一个道理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三组192的168的33 来区分了咱们大家是一伙的 是一个整体的 能理由意思了吗 你想在咱们教室里边 你想和你同桌通信 那么你是属于咱们的吗 你说是不是吧 是 是 你必须叫192的168的33 不是痛不了心 好了 那么言本这意思 副主书 根据将来的功能不一样 再划分成两大波 先说这一波 前面用来标记网络 前面用来标记网络地址 然后后边的这一 就是后边的这一波呢 用来标记个什么东西呢 标记主机 对 后边的东西呢 来标记你的主机 主机 那么说的更直白点 前面就叫做网络号 网络号 然后后面呢 叫做主机号 叫做主机号 也就是说 咱们刚刚所看到 192的168的33.111 网络号是192的168的33 那么111是主机号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的IP地址 也是192的168的33.111 那么只要你的网络号 和我的网络号相同 咱们就属于一个网 在一个网里边 后边的值是不能相同的 这就导致了 为什么每一个IP里边 都是不一样的 咱们属于同一个网络里边的 不一样的机器 前面标记相同的网络 后面标记不一样的主机 那么这就验证了 咱们刚刚开的现象 你看 前面咱们白里边 前面都是相同的 只有最后一个 你看10977都不一样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划分成主机号和网络号 我怎么确保咱们俩 是不是一个网络的 就看前面的东西是不相同 这么说理解不通吧 前面相同 就是一个不相同 那就不是一个 我提个问题 一共有四组数 前三组用来标记网络号的话 那么主机号是不是 就只有一组数了吧 那么这一组数最大值是几呢 255 从0开始算 255 那么既然255的话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咱们班里边 你觉得最多能够容纳 多少台电脑呢 首先咱们班 那么又说前面的值相同 后面的值不同 是吧 那么后面的值不同 一共有多种组合方式呢 0 1 2 3 4 5 6 7 1 直到255 是不是一共有256种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班理论上讲 最多有256台电脑 但是 有两个用不了 最小的那个和最大的不能用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最小的和最大的不能用 那简单言之 192的168.33.0 不能用 192的168.33.255 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 以后我会告诉你 今天你理解 不能用就行了 那么言为之意 如果咱们网络号 确定了是前三组的话 那么后面的主机号 一共有254种 咱们班里边最多 有254个电脑 能理业务意思了吧 一个公司 在创业的时候 有可能有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随着业务的发展 那么将来就会招员工 员工如果 咱们设想一个场景 咱们班 你想要成一个公司 刚开始有几十个人 后来又加了几十个 后来又加了几十个 咱们大家想想 有可能公司 发展到500个人 你想阿里这种公司 是不是好几万人呀 你用这样的网络 能行吗 你就完成不了了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办呢 同学们 自然而来 就来了个需求 大家看哈 找规律 我当前的这个IP地址 是不是前三组 当作网络号 是不是后面一组 是不是当作主机号 那既然254个电脑 不够用 那我就想想办法 我又不傻 我又把它当作网络号 让这坨当作主机号 你没发现 将来这个值 是不是就成倍的变化 那么主机号变成 192的168 那么将来咱们33.1 33.0 33.2 或者是34.1 34.几 请问是不是 就是主机号了吧 那么请问 这样的网络 你觉得应该 在一个网络里边 有多少台电脑呢 怎么这么粗呢 你觉得应该有多少台 说得更直白一点 将来就是这个最大 咱们只是说理论情况 理论情况256 是不是乘以256了吧 理论最大值 是不是这么大呀 那么这个值是多少呢 65536 这个值呢 最大值呢 就是6536 简单言之 就是如果网络号 有两组数 后面两组数 表示主机号 有65000多台电脑 那么同里头 咱们只是说这个道理 如果我要是把网络号 再往前挪 那么既然这哥们 我选中 我选中 让他当作主机号 那么说来更通费之白的人讲 那么将来这个主机号 里有多少来 是不是就是256 是不是再乘上6 我再乘上 我再乘上256了吧 将来这个值就非常大了 非常大 所以说 网络号 它之所以有速度 同学们 不要认为在速度 某些东西是哪一个 比方说不能说 你不能说 前面三组一定是固定的 不能这么讲 有的是前三组固定 有的是前两组固定 有的是前一组固定 根据你是一组固定 两组固定 三组固定 划分成A B C 这三个种类 IPV4的网络 简单来说 根据 最低 一共是四组 根据你将来用的 这个网络里边 这个主机数的个数 给你划分 A类里边 这一组 当作网络号 剩下的主机号 请问 是不是A类网络里边 这个值是不是相当大 有很多很多台电脑 B类里边有两组数 当作网络号 两组当主机号 C类地址里边 三组当作网络号 剩下的那一组 当主机号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咱们刚刚合适的 192的168 33.7 在哪呢 就在这 就在这了 你就说那个IP地址 它默认的就是C类IP地址 那么同理 接下来你 一个一组数 两组数 三组数 那么既然来 D类地址就是四组数了吧 为啥不没有 如果前面都相同的话 请问我怎么知道 你是这个网络里边 哪个电脑 是不是就不行了吧 所以说呢 划分成ABC这几类 了解了解就行 那么D类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也就是说D类啊 这个地方 它简单说 D类呢 它用来多波 D类呢 它用来多波 后来说到了波 什么叫波呢 说到了波呢 其实分为这几种 单波 多波 和广波 单波 多波和广波 单波 一对一 来咱俩PK 来你不不服吗 来出去六六 PK 一对一 然后呢 一个大老板说 我傻呢 我才不给你一对一呢 接下来牛本身 你一对多呀 是吧 我找好几个小队 他一对多 单波 一对一 多波 一对多 然后广播 一对所有 请问 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 大家都听到 这叫什么波 广播 百分之百的吗 我的屏幕 这个鼠标只要移动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的鼠标是在移动 广播 广播 多波是什么意思呢 就给你理解 就好比 我把咱们这些同学 我加入到一个特殊的组里面去 我说了咱们接下来 我给你们发消息 大家收到 你们收不到 这就是多波 单波呢 就是我悄悄跑到你的耳朵边上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一下 这叫单波 单波 多波 广播 这么说理解了吧 地类地质用来多波 那么一类地质是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保留的 很久很久之前 是吧 电脑全球才几万个电脑 那这个就保留吧 谁知道以后干什么的 但是没想到互联网爆发之后 这个哥们 你保留也是个废物了 一点又用不了 听听说了吧 今天IPv6已经诞生了 这个不用 这个不用 好了 那么简单来说 IP地址根据你的一个网络里边用到的主机数的个数不一样 划分成不一样的东西 能理解了吗 这就是IP的简单的分类 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你所要了解的就是咱们刚刚所说的最常用的地址 咱们最常用的地址像 192的168 168.1.1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最常用的吧 那么0 它的大体范围应该是0到是不是255 但是我刚刚说过了 0和255能用吗 不能用 那么要说将来这个地方能用的值就是1到254 1到254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你在你家里边买了个路由器 WiFi的 你连上那个手机之后 你查看一下你的IP的话 都是192的1681.1几开头的 从来没有0吧 这是原因 这是原因是0是不允许用的 最小的最大的帮用 所以为什么 后面会说 后面会说 好了 IP地址简单的一个分类介绍 咱就说到这 简单一句话总结一下了 咱们这个小节主要讲了什么呢 IPv4和IPv6都是IP地址 IPv6还在现在正在发展 没有发展起来 正在发展 IPv4今天已经是全球 包括中国都是用的很多最常用的IP 一种 这个 划分了一个地址的一个方式 那么它根据你的将来的主机号不一样 它划分成这么多种类 而且呢 D是用来多拨的 而E是用来保留的 简单言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说到这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咱们花两分钟的时间 大体稍微理一理 啊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时间 就像我们的手机号不一样的 我们的手机号不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时间